最后一局的决胜局了 看一下这一局到底怒死谁手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三局 今天给大家带的这边是CDB的四进二的一场比赛 之前是双方打了个1比1 我们这边一边的队伍是GUD战队 然后另外一边是GUES SES这边的一个队伍 然后简单说一下前两局吧 第一局是这边的一个旧方 就是GUD战队 凭借一个出色的这边的一个小小的发挥 然后也是利息成功 然后战胜了对对方 然后第二局这边是 JUES SES这边的一个战队 他们这边是一个月旗 通过这边他们出生在GUD战队 他们不断的利用这边的拉 这边的缘故也 然后把这边那个月旗打到5节飞 最终也是以大比分战胜了这边的一个GUD战队 这样的话来到双方的这个第三局 来看双方的这个第三局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这局依旧是有猴子 但这局还是有幽鬼老鹿这些英雄火枪 火枪老鹿 这也是非常强势的中单英雄 看这一局会不会放出来 蓝猫是被搬了 但这一局是 这一局是天在方先搬先选吗 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 这边会搬火枪的还是会搬老鹿 他们这边在考虑 应该是 蝙蝠这个英雄无解的先手被搬了 最后一个人他们这边还在考虑 考虑的时间有点久 我觉得是应该是在看 要不要搬老鹿 这个点 最后是搬了散心 这样的话老鹿火枪 两个英雄 这边还是抢一下老鹿 火枪这个点会不会拿 狮王这个英雄也是放出来了 这边是拿狮王 拿狮王的话 没必要不点火枪啊 肯定火枪是要点的吧 这边是拿牛 他拿牛的话 他他这边 5S 其实牛对于这边的一个猴子来说还是很杀伤力很大的 猴子幻象多嘛 幻象多牛哥的一个跳大回音机伤害特别高 猴子好像幻象能够出十个吧 十个 然后加上什么分身斧之类这些大东西啊 这一个大招下去要命 先不说其他的英雄 就是单单猴子的幻象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点了点了这个英雄之后 你这个猴子就不敢拿了我感觉 第三车 第三车这边还在考虑 这边是拿幽鬼 还是没拿火枪 因为救方 呃 他这边下了套 我我感觉他是下了套 我拿狮王 我拿狮王 你点不点幽鬼啊 不是你点不点火枪 因为我们知道火枪这个英雄点十王墓碑是比较方便的 是吧 但是你点了火枪之后 我这边拿幽鬼 你怎么办 这边是拿的是幽鬼 然后天上方 哎 救方这个拿人非常规啊 他这边并没有选择抢那些英雄 看一下这边是想打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吧 先知跟这边的一个 这个这个叫什么来着 阿特莫波斯 我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来 这个英雄叫什么了 外面看直播的朋友 给我说一下呗 我现在确实想不起来 这个英雄叫什么了 突然一下子脑袋空白了 霍乱支援 对霍乱支援 这个英雄 他这边要打打打算怎么用啊 看对面并没有选 他这边是先拿了幽鬼 然后再拿火枪 最后再点了一手奶妈的这边的一个 他这个 这个感觉怎么看起来好像有点点不是特别搭呀 我们我们这一局看他怎么打吧 我们我们这一局看他怎么打吧 然后这一局比赛啊还是调了一个两两两百秒的延迟啊 所以刚才我这边混 这边的叫做霍乱支援也是我刚才自己想起来的 我如果等待你们给我的话 我估计也是三分多钟之后的失去了 来看一下双方的最后一局吧 这边是尬的战队啊 这边是在出生在这边的天然方 这个阵容看起来后期能力很强 但是进入方这边 连点这两手 看他这么会怎么打吧 我我的感觉好像他们应该是对这边的一个 有点了解啊 他们他们这个套路应该是玩过吧 扩论资源加先知 他这边是连点两手这样的一个 睡了然后等先知飞过来 然后再框住 这样打他吗 还是怎么样 这个不得啊 旧方这边是一个单可 先知这个出装应该是打一个干可 啊支援的这边那个 然后中单这边是 哎这个中单是谁打呀 旧方这个阵容 中单先知吗 你这是要打一个 但是他身上是没补给的 看来这一局会怎么打 但是你这个阵容你想推也好像也推不了多少吧 中单先知 中单先知 不多见哦 我们看一下这一局到底怎么打吧 反正我是没见过的 中单先知打老鹿 看看这一局怎么打先 这等机会提升的非常非常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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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个烈丹优鬼 这个 这个 这个也是有点点匪夷所思 然后这边来看一下 然后这边来看一下 这边是 酱油汪汪拉野 毕竟有老鹿嘛 一局是 招这边的小数人 这是一个烈丹先知的打法呀 不过这下线上A人特别痛 你看这个补给 看这个属性非常强 哎 哎呦 刚才这一波是怎么勾过来的 没看到 哦好可惜 那这边是怎么拉过来的 看上路这边先 狮王这边是两极 好像应该打不起来 货端支援这边是帮线上压人的 这边是VS单开一个雾过来 由先遮 先知这边有小数人呐 小号 VS想 VS想放C 但这边小数人卡位啊 小数人还在那里卡位 VS给上C 虽然卡了很多 但是最后 这个VS一发C 还是扔出来了 VS毕竟有鞋啊 然后天才方这个眼 其实点在这个地方 刚才先知他在这里 这个地方 应该放的那个眼 应该是有这个地方四眼 不然的话 这边老鹿应该是记不到他的 简术不到他 有个这个位置 我看一下狮王这边 应该 这边还只有两极 不是特别好弄 有个刚才狮王如果到山的话 诶 诶 这狮王要被打死了 还要给一个风路 给一袋沟河 这狮王血量有点残了 这样的话 要吃大药了 上路想杀这边火枪 不是特别好杀 这个VS各种 拉野 我这边不写别的镜头行不行 我来看一下这位VS 到底是怎么拉着这个野的 他这边刚才是卡了 那个投资车的这样子一个 时间吗 还是怎么样 怎么是让他把那个兵给勾过来了 像平时玩这个 斧王啊 猛马呀 或者其他的英雄 拉这地方的野 还是比较好拉的 是吧 斧王拉了野 拉 拉了吼一下 然后 这个地方这波兵 还会跟他跟一半 就拉过来了 对吧 还有小精灵啊 其他的英雄 都是行的 但是VS的话 我没试过 主要是前期玩VS的话 一般都是打线上的 没人会会选择在野区发育 看一下VS这边应该是选择要拉野了 看他这下是怎么弄的 他是在30秒的时候拉 然后呢 哦 站在这地方不动 但是这一步好像 没什么成功啊 这边只是拉了一个小兵过来 那这样的话 这样一拉野的话 对于斧王的这个等级 好大 虽然这边是选择 这个地方封了野 但是对面是在这个地方拉野 哎呦 这个野兔子 野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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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好像没并没有拉成功 看样子这边的成功率并不是特别高 好 牛头 给一道沟河 我觉得如果他们如果没有事后选择看瑞伯的话 我感觉 我估计他们打完了都不可能会察觉到这一点VS 这边已经是一个三级的VS 这样的话施王这个点 我感觉都不是特别好说 哎 先知这个大招 带走一个 那这样的话还行 亚伯顿死了 再飞过来 两下 来是双杀 这边还有一个VS 并没有追的意思 先知六级 老路控了一个隐身 这边还有一个加速 那这样的话上路要干一波咯 施王这个血量 那我演员啊 他们说没有没有屏幕啊 没有了 演员在吗 演员在吗 在 有啊 我切出了有啊 他说你的没有画面啊 他们说 有啊 他们说有啊 我刚才切出来的时候 我这边看了都有啊 然后我看弹幕他们也说有啊 哎呦我这边回你的话都是 又又是三分钟之后的事情了 我切出来给你们打一下呀 我看到的有啊 我看到的有啊 好现在人头比变成了一个2比4 你先走 这样的话刚才好像又漏掉人头了 这个不好意思了 火箱向尾天鹰 牛哥这边 反减侧 但是应该是追不上 先知可不可以飞 别把这个点给忘了 先知飞过去的话 这边火枪还是有机会杀的 先知这边选择出点击手 前期拿了两个人头 这边先知也是非常肥 然后间隔时间招数人打野 老鹿这边隐身 哎呦这一波隐身 刚好兵先进塔 还行 那这样的话 这边直接先手来了爆 我靠这个爆发还是高啊 牛哥刚才勾后应该是用过了 他也没拿 然后亚伯顿中路补等级 现在的话天山方的这个形势非常好 非常好 骷髅王看一下这边 这边也是有点击手 而且身上存款特别多啊 8分钟身上存款这边 这边买了夹腿了 8分钟夹腿点击手 我们平时打的时候 你看这个骷髅王这个补刀 60个 当然得是对线的是打的这边的一个优鬼啊 优鬼这边是单混等级 先让他扛压的 我感觉天山方这边是把这个优鬼拿了 他这边是主要是不想让近卫方拿这边的一个优鬼 因为CD模式嘛这个模式限制 所以他前期想搬人搬不了那么多 拿了拿了优鬼之后 拿了优鬼之后 拿了火箱之后 这个优鬼不点的话 放在对面的话 自己这个火箱想 在团战的时候打输出很难很难发挥 然后这边是在点的是优鬼 这样的话对于他这个 优鬼来说 我只能说委屈他了 真的好委屈 死上最悲剧的这边的优鬼 有没有 不过优鬼这边没死过 还好 这边是混沌 不过让这边骷髅王这个点特别肥 8分钟点金加甲腿 8分钟点金其实都已经算是很肥了 是吧 再多一个甲腿 这有点不讲道理了 火箱这边补到 看这边 差不多多了一倍 现在亚伯顿过来了 亚伯顿 防下他 现在这个时候在打野 他们这边到底想推哪路呢 死亡这边只有8起 看这个死亡对线 打火箱跟亚伯顿前期也并没有打出太多的这个 主要他这边没拿到人头 你看他一个人都没拿到 线上就直接给崩掉了 死亡想进身吧 这边的火枪是吧 他这边是有散弹的 你这个进的太太进去了 亚伯顿再给一个套子 你说你打不打他 你打他 你这个亚伯顿的这个套子的伤害又弹到你身上来 然后他还有一手奶 这边牛哥要躺了 开始的时候这个亚伯顿跟VS 亚伯顿是开始是保这边的一个火枪 现在又跑了下来保这个优鬼 锤子然后秒给套子 没事了上去摸两下 这边想杀火枪 先知给框但是火枪有相威胁 刚才抬手没框到 应该是他S做了吧 看来火枪这个移动速度太快了 但这样的话把亚伯顿给骗上来了 不过还好 现在是这波兵进塔了 但是这波兵他敢不敢收 是个问题 混沌这边 不是互乱支援这边是 这边直接来了 火兵资源是有6期的 这样的话直接开推了3比6 然后这边对上路也是发烂 然后可以顺势拿下上路塔吧 但这个兵线没有 下路塔这边拆完了 啊 老度在中路拿了中塔 那这样的话 幽鬼不亏啊 这边天灾方并不亏 一个幽鬼破对面两路 破对面两个外塔 自己交一个 这个我只想说进攻方 天灾方肯定是能够接受的 而这个幽鬼 本来又是一个史上最 最悲催的这边那个幽鬼是吧 烈速路扛压幽鬼 好惨 我要我要为这边的一个核心引魔 为什么火枪不行 为什么要我让幽鬼来烈速路扛压 其实他们这一局如果那个一点的话 他们可以完全可以放 好像也不行 幽鬼当师王的话 这边不不打的 不不吊起来打是吧 我开始想说 幽鬼开大看一下这一波 哎这幽鬼 要要 哎呦这一个碎 哎呦这一个碎好关键啊 但这边会掉血的啊 最后还是幽鬼拿人头 你看 我起这幽鬼拿人头了 我我开始想说这边的 呃如果是其他的英雄是吧 如果是其他的英雄 如果是个场所的话 或者说对面不是这个狮王的话 他可以把幽鬼放在上路扛压 然后放他上路吃惊艳 然后他们选择烈速路钢山是吧 但是这一局比较特别 比较特殊是一个狮王 然后幽鬼作为一个近战 肯定是没法跟优 跟狮王这边 诶 这边来了 看他们这边 打的也是颇有脏法 拿一个 拿一个火枪打狮王 火枪弹道优势嘛 这边狮王想近身 想打他不是特别要打 老陆这部各种开爆 狮王这边直接被怼死了 而且老陆这个点特别肥 前期这边 中路打出了优势 然后野区又是在这边 各种 VS各种拉野 而且VS等级也非常非常高 15分钟实际的VS 我们看一下这边时候 这边双方的这个等级吧 除了中路是先知 这边优势路这边的一个 骷髅王 你看VS等级好高 这是个酱油VS啊 实际VS 15分钟实际的VS 什么概念 这等级高的离谱 他就是利用野区发育 就是在这个地方囤 慢慢的打野 线上他也不露头 然后身上带个TB 看情况支援 我估计这个完事之后 应该很多人会去尝试一下 这样子 不过我感觉这样子一个 也是要看阵容的 没有 没理由 VS 是吧 不先不帮队友 然后在野区这样子发育 这是看要看阵容的 这局因为是打的一个狮王 然后 哎牛哥跳 哎 好还行 干掉了 先知招数 然后 帮这边的解一下威难 牛哥出来了 这边给个套子 这边秒清 亚伯顿 给框 但是亚伯顿是有大的 牛哥开大 这边想打 狮王这边是没没墓碑的 先杀牛 有 异一下 这也还是要死啊 这样的话 杀了对面两个 这样的话 要推了 骷髅王看这边装备 他这边是 电锤 漩涡 我想狙一个 哎呦碗里丢丢 火枪 火枪刚才应该是 晚了一点点 TP是三秒 火枪在这边 大招CD 他放 他放那个大招的是 两秒多 应该在TP的第一时间 放狙击 那应该是可能狙死的 能够打断的话不是打 不是狙死 虽然火枪是有一个 放大招 有一个 这个单道是吧 但是刚 刚才其实非常非常近了 火枪 应该是多摊了 那么一两下普攻 一下普攻吧 现在人头比变成一个4比12 这边老鹿也是把这边 这边把他剔开 然后把兵勾过来 两波也一起清了 这老鹿好肥 不然在这边打远古 但是天上方这地方是有视野的 所以没去管他 哎 这边单杀狮王了 这狮王走不掉 老鹿这等级太高了 19分钟 15级老鹿 先知TP过来想杀他 这边是有刃甲 想跟他对拼 哎 A出来了一下 这边 哎呦这边 你看天上方这个节奏 先知飞过来杀老鹿 这边也是把人都吸引过来 然后这边找机会打 打路山 这边 VS有一个攻击光环 是吧 然后还有出来一个勇气新装 这样的话 直接把路山偷掉 老鹿带盾 节奏非常完美 我只想说 哎这一局 这个阵容确实我 我没见过 中单先知 我不知道他刚才是 他连点那两手是点错来怎么样 反正我是平时没见过的 因为中单强势的英雄 刚才我们看的时候也是比较多的 有火墙啊 有老鹿是吧 对面 其实可以抢一个的 但是优鬼有标 你这个 杀不掉 这样一来的话 这边的净荒的节奏很乱了 他们有先知 但是推不起来 先知这个出装 应该是 他这边是一个 哎呦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你要说带线吧 他这边 漩涡也没有 但是干客人也没看到 出了前面的那一波 哎 老鹿这个位置不好啊 这边也是 跳出来了 好这边上路也是把这个塔给带掉 然后回来回房 老鹿直接开爆上来 牛轮这个 哎 这个沟合很关键 这样的话 这个第一个盾是要交了 但是老鹿 能跳走吗 直接开爆 牛哥这边跳 但是老鹿这边跳过来了 我去 这个爆 这伤害爆炸了 霍卢王 一波四杀 然后 自己躺了 吃了对面N多技能 这边应该是 哎 nice 这个点净妙 但是还是要死 只是让对面的这边的一个 老鹿过不来 睡住火枪 火枪 狙死了一个 啊 于是无补 还是要 这路还是要破 老鹿这边马上就到了 这老鹿太肥了 这一局 然后直接选择TP 闲着这边再带这边 哎 闲着这边也是仗着自己有引刀啊 敢这么带 下一次 哦 这边看一下 捕鱼 买宝石 这个 这个捕鱼是 近方的吧 我想是 哦 霍卵资源 这边选择要排野了 做一下视野 顺便看一下对面有没有视野 这边 优鬼这边先锋盾 哎你还别说这个优鬼 还算是挺肥的 这边身上4000多块钱了 烈树都扛爱 优鬼这边马上 看这个经济马上就要灰药了 哎 并没有TP 并没有飞走 这样的话 他引刀再cd 老鹿如果来的话 这边哥们 这个哥们走不掉 VS开加速 哦开香味 战鼓 一手换 引刀再cd 被驱了 他刚才开引刀 他想飞 不知道怎么又S住了 冷不丁的又A了他一下 结果引刀再cd 呃 VS这边直接过来选择TP 相位在鼓 相位战鼓一开 这个走不掉了 再一手换 骷髅王这边双倍 哎 看一下这个输出 先知这个时候在堵秒 哎 这边杀了个牛 如果刚才有个先知飞过来 这个游鬼肯定是要躺 这样的话骷髅王在上面 有TP 赶紧赶紧过来 但是这边 震王三个了 墓碑也被清了 睡 骷髅王 这边也是直接打出去没法打了 这一局确实不是特别清楚他这边拿一个先知这边一个打法是什么样的可能有两种也是他们可能呃要么是点点错了 第一手人第一手人的时候点错了 然后后来再补了一手那个 英雄 是吧 然后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可能对这个这套打法他们以前有打过 有打过 但是我们是我我是没没怎么看懂 我没没怎么看懂 所以 不太 不是 方便解释 只能说他们 敢于在这个比赛的时候尝试利用这样的一个打法 嗯 有些东西还是要平时 一些强势的英雄是吧 我觉得还是要抢一下 这局中单先知打老鹿 除了前期开始的时候这一波这个拿了个双杀干壳之外 然后其他的时候 感觉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但我不说他打的不好主要是老鹿这个英雄确实陷上太强了 陷上太强了 先知这边没法压得住 然后这边的一个vs是吧 他利用在野区这个一个发育把自己的这个点发育肥了 而且帮老鹿拉了很多远古 拉了这边的很多野 包括这边前面这个亚伯顿是吧 在狮王等级不高的情况下 让让这边的一个火箱单这边的一个 单这边的一个狮王 等到狮王差不多快到三级的时候 这边亚伯顿就回到线上 这个时候这边的野区也是囤了很多野了 老鹿等级高了之后直接就清了那个野 我们看到这边的一个 他在15分钟这边就已经是血精石了 非常非常肥 当然骷髅王这个点也是很肥 但是 他也是在8分钟是吧 夹腿点进也算是很肥很肥了 但是但这边的点多个的很肥啊 火箱很肥 上路这边的狮王 并没有打出这边该有的节奏 主要是这边对线打一个火枪跟亚伯顿 这边这个组合好像有点强 真的有点强 你相信奶他吧 火箱给散弹你自己走不掉 自己想走很难 然后你想上去A他吧 也不能给套子 还可以奶 火箱很早的时候就做了相危险 所以狮王黏不住人 这样的话前期这个优势天长方很大 所以这一局 镜方遗憾的这边也是输了 那这样的话在四进二的这个比赛中 这边天长方也是GAS战队 以一个BO32比1大比分拿下这边这个 CESUS这边战队 那这样的话演员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带在这里的吧 感谢大家收看